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星县的天同市 是三星县北中部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里在我们身后呢 是现在这里是天同古城 这里曾经在1584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争 是奠定了最上一光 把那个现在三星县的中部 被统一的一个重要的战争叫天同城的核战 这里呢曾经是一个三星县内最大的一个城国 然后也是据说曾经一直都被相信 是一个最有利的一个势力对抗的这些一光 然而在1584年内的战争里面 仅仅一个月一光都把这里的势力给大概消灭 然后这里的最后一代的城主 天同那城呢就逃到现在的县台 附近之后靠他的清晰国分寺 现在这里呢已经什么都生不下来 也没有任何的痕迹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山头上面 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平地 注意证明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池 但是很遗憾的是 有关于天同市的那个统治的形态 或者说他当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领内的那些的统治的状况 我们意外不是太清楚 只能够留在我们记忆里面的就是那个1584年内场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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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